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的角落跟大家点点今天事 因为条件也首先 所以我是能很简短很创作地进行点点今天事 如果我今天有时间 我跟大家再继续点点今天事 我要讲的就是一个人物的去世 就是中国的提格委员的党组书记 提格委的副主任安志文先生去世了 这是一个从陕西出来的中共的老革命 所以他从五十年代开始 就担任中共国家纪委的副主任 当时国家纪委在中国的政坛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那当然后来因为西北的人遭到清理 就是因为高刚的事情 后来又是他的哥哥安子文 受到所谓的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的打击迫害 所以他也都说受一些影响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那么中共组建提格委 当时候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先生 担任提格委的主任 常务副主任是博一波先生 他当时是副总理 那么安志文担任副主任 后来担任党组书记 提格委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 就一直以来都担任副主任 安志文是其中之一 还有一位是高尚前先生 他们退休下来以后 组建了一个中国的经济改革委员会 他担任会长后来交给了高尚前先生 那么安志文本身是一个中共的技术官僚 虽然他在提格委工作 我都不认为他们真正对中国的体制改革 有真正的掌握或者研究 或者说做出了真正突破性的贡献 所谓的提格委实际上是对中国的体制 进行某一些羞羞补补补 他们的思维方式 他们的调查方式也无非不是找人谈谈话 到下面去整个点 搞一个什么调查报告 如此而已 谈不上真正的对体制有根本性的突破 实际上恰恰相反 他们的体制改革恰恰是帮助了 这个体制的技术延伸下去 当然 这种讲话很多提给我的朋友 他会不高兴 因为他们会为他们 过去几十年为中国体制的变革 而感觉到他们很荣耀 并且他们听到他们那么亢奋地 讲自己的风光伟织的时候 那我也只好保持沉默 那我们觉得 相比这个安志文 他的哥哥其实更有意义 更有意思 因为他的哥哥叫安子文 安子文的时候 在中共政府成立开始 他就负责人事的 执行工作 他是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的部长 从五十年代开始 他就开始担任中组部部长 所以他是一个 长期负责人事组织工作 但是在八大的时候 因为他操担了一份所谓的名单 遭到毛泽东的大陆 最后面就被迫害 所谓的打击迫害 那么他好像是八十年代出世的 那么有趣的是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间 被揭露出来的问题 很多人因为他的平凡 而服侍了他当时的问题 其实关于他的八国的事情很多 其中有一件事情 就是聂元子先生 曾经揭露过 他嫁给了一个老红军 叫吴盖之 吴盖之跟两个女性有来往 一个叫郑爵惠 一个郑爵惠 而郑爵惠和郑爵惠都是有夫之妇 那么这两个人呢 都跟这个 吴盖之和安智文 有一些特别的关系 尤其是郑爵惠被认为是 安智文的情妇 互相一起打爬 也互相一起 五岁 这种八国消息 当然相比安智文 在中共体制内的角色 当然可以忽了不计 就是说 搞情妇这个事情 是中共的一个长期的优良传统 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 所谓的出现的腐败工作 那安智文 她有一女娘子 一女叫安里 曾经跟这个 叶飞的女儿 和习近平的儿子 一起到厦门担任这个副市长 那么安里我们都知道 她的先生 她的丈夫 是叫胡带萍 后来我认识安里的同学 就是说安里 后来并没有从政下去 谈过一个公司的总经理 但是身体一直不大好 精神有所益上 后来跟胡带萍先生就离分了 不过他们的子女可是 精商很厉害 她的女儿好像 还是运行中国区的一个负责人 当然这个胡带萍 后来跟安里离分了 那么这个 安里还有一个弟弟 两个弟弟 就是安子文有两个弟弟 她们的名字很有意思 一个叫安里女儿 还有一个儿子叫安明 还有一个儿子叫安国 这个名字跟另句话 另完全差不多 安明呢 当过商业部的副部长 现在是海销部的副部长 也是全国政协的 港澳台委员会的副主任 全国政协 但是这个人都谈不上有特别的技术 他是 曾经是对外经贸部这么来的 后来是商业部副部长 在商业部副部长哪个任上的时候 曾经录取过李住民 李住民当时在美国国会做政 他就录出他是汉奸啊 他的父亲又怎么样啊 然后把一帮国民党的老将领 他全部一顿臭嘛 就会引起台湾的喊不满 这个也是一个什么小官僚啊 就是考不择年的小官僚 他当然是一个副部级的干部 那么他的弟弟也是个副部级干的部 现在是在国家审计署 担任基建组的组长叫安明 安氏兄弟啊 跟中国的政坛来接到的兄弟啊 都是正常上有趣的故事 因为今天时间实在太匆忙 只能简短点到这个地方 那么 即使他们两个人的故事 可以延伸出很多有趣的事情出来 尤其是安子文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оф社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 关 Programm